Mono的反差萌,那脸的大兔牙,她竟然只是去TWIFES凑人数。 圈粉能力这个我不太好说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审美,你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魅力。 非要说的话那就是我个人的观点,不分先后哦哦哦一个一个来先是那脸作为对里的大姐。 时势顺尾排在第九的团西,最圈粉的应该是她标志性的兔牙,记得我第一次看Price的MV,是TT。 除了之前就认得的双颈和鱼,那时还不是Once。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脸的小恶魔造型。 其次应该是她活泼开朗的性格,喜欢开成员们的玩笑,最擅长各种模仿成员,有私生里一个双麒麟都可以调戏Mono。 很久,四大鸡王之一。 很喜欢叫孩子,有时候举动也像一个小孩子,所以有个代号叫林三岁。 暂时想不到别的以后想起来再补,然后是定颜队内唯一一个走Girl Crush风格的,以前Cheer Up和TT时期的短发造型看起来像一个小男生,最近头发长得一些又很有女人味了。 对内理想型票选最高,有私生里有次穿另外两个成员配个男装的时候真的帅哭,也被称为定哥,大集团里少见的宇宙直男。 但她的内心也是很暖的,也经常照顾成员们,我记得子鱼说过,定颜是所有成员里照顾她最多的。 据说她很不喜欢定哥这个称呼,所以还是叫她定妹,虽然和彩英合称为无趣兄弟,但我觉得还好。 也很爱开成员们的玩笑,最喜欢恶作剧,看过团宗的知道,每次Tripes想要恶作剧某个成员的时候,绝对少不了她的身影。 接触是Momo平井桃队内05,她的魅力就是,反转Momo是我认识的第一个MeToo成员,因为看了Tripes的Stage。 看她舞台上跳舞的时候,哇,真的好帅,虽然在HTS只有两个舞台,但永远忘不了她表演时候的力度以及投入的表情,太缺分了。 她的思想要看,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,看上去有点傻傻的,虽然有时也会覆黑。 很喜欢Bobo和Bobo,也是四大鸡王之一。 平常懒如一个软骨动物,能靠住绝不站住,能躺住绝不坐住的那种,经常会看到它在某个成员身上趴住,因此得名废逃 每天都吃很多,最爱吃猪蹄,可问题是它还是有腹肌 实话说NOMO并没有特别漂亮,但是它这反转魅力真的可以圈太多粉了 然后Zarna凑齐杀下Tripes的游戏黑洞,江湖人称杀又倒,杀又撞,杀又摔,经常撞到各种地方,经常坐不稳站不稳摔倒 自己一个人出门99%会走丢的神奇女子,大家都戏称她傻娜 辽美公敌满分,江湖又称凑齐杀辽,和NOMO一样喜欢BOBO和BOBO,战绩最好的比王,成功摆关前任宇宙直男金豆腐 还与沐鱼纠纠缠不清,粉丝监票炫嘴适合做女朋友的成员,真的,我觉得没有人能在Zarna的眼神注视中存活 接住是朴智孝为这个团队牺牲了很多,队内第一主场,很多黑子都说她的实力不好,其实不是,智孝更适合唱比较惠厚的歌 她不适合唱很高的音,你去看看她在萌歌上唱的歌,真的很好听 相比16-17瘦了太多,眼睛很大,身材也很不错,有混血的感觉 同时身为队长,年龄在正中间,既要照顾几个有时候不太靠谱的姐姐们,有时候也要照顾不太懂事的妹妹们 感觉为了团队收敛了太多的心,不好放得很开 然后Miner明景男学过11年芭蕾,我的妈举手投足透露出来的都是气质,颜值山脉之一 私下很安静,是个宅女,喜欢打游戏而且很厉害 走路有明显歪巴,被我们称为企鹅,四大机网隐藏的最深的一个 其他三个动不动都是Nobo和Bobo,它是属于站在一边欣赏你的队友肉体饭 接住是金多贤唯一的单眼皮,皮肤真的很好,而且很白,也是被我们称为豆腐的原因 对内衣能感最好的一位,性格很可爱,很有兴致 以前是宇宇宇宙直男,遇到金王球Bobo双下巴都会挤出来的那种,最近变了,和Zarna各种腻歪,还互相较亲爱的 眼力近一千段,还有很强烈的镜头感,弹钢琴弹得很好 实话说豆腐不是第一眼美女,但是看久了会觉得还不错 个人看法觉得侧颜是很鲜的,可惜找不到图,找到补 在接住是孙蔡英团冲之一 为团队风格牺牲了最多的人,16时期的Rap以及歌舞实力真的很好,唐突的女人中那段Rap真的说得超级好听 还设计过很多Twice的周边,会画画,被称为孙化博,无趣弟弟,对于恋爱的认识只有Bobo 有时会陪住火石团其他成员或者无趣哥哥一起疯,经常嫌弃姐姐们 强烈推荐去听她翻唱的一首歌,叫Alone,酱油瓶还有专门拍MV 实话,她是最让人期待以后发展的成员,目前看来日后出solo可能最大的成员 最后是子鱼,首先要说经历过最差的,就值得最好的 子鱼呀,16年你辛苦了,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周子鱼,队内团宠之一间团霸,时事顺位第一,和顶言是队内紧盛的宇宙直男 最近觉得定言也有被掰弯的迹象 个性真的不争不强,私下也很安静,是个坚强的孩子,很少在镜头面前哭 16-17大星星一开始只是想让她去凑个人数,让她多一点精力 但她实在是很争气,从一开始没有一点镜头到最后一起即使人气投票顺位第一 实力也长进很多,于是才有了破格进入TWICE的发声 同时是另一位颜值山脉,最高的时候在CHEAR UP和GG17 之前信号时期可能没控制好导致大腿变粗,幸好最近瘦回来了,虽然按照中国的省美来说不是标准美女 最多是个邻家妹妹,但是在日韩就是吃香吧 实力虽然不是最好,但还好比较平均,期待以后发展演戏 就这样吧,希望TWICE的发展可以越来越好,TWICE和ONES以后一起走花路吧 祝三世的Lucky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,这也算圈粉原因之一吧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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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也算是一个跳出来,适合适合的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